各位朋友大家好 在明史关于明西宗诸游教的评价中 有这样四个字 赴四 切饼 四这里通这个字的本意 适者的适 那也就是说是皇帝身边女性的适候的人 窃取了权饼 那这个人指的又是谁呢 答案只有一个 就是诸游教的如母 且是 这个字不是应该独作克吗 怎么独作了且 如果你要查中国姓氏大权的话 毫无疑问这个字应该独作克 但也有一个例外 就是如果姓这个姓氏的人 他是河北人的话 那么就应该独作且 因为当时在京城附近 人们通常把克这个字独作且 这也就是且这个读音的由来 而我们所要说的这集的主人公 他恰好就是出自于河北定性 还有一个证据可以证明这个字读音应该独作且 是说在天曲年间有一位道士编了一首童谣 其中有这样两句 唯鬼当朝立 茄花满地红 唯鬼指的就是魏 就是指的魏忠贤 茄花指的就是魏忠贤的对食 也可以说是他的女朋友 天启皇帝的奶妈 且是 所以由此也可以看出 这个字确实应该独作且 关于且是 在正史和也史中有过很多的描写 其中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这是一个坏女人 总结所有也史的描述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印象 且是是一个姿色妖媚 残忍狠毒 而且生性淫荡的人 正史的记载相对而言比较简单 但是非常的精炼 到底是出自于明家手笔 总结且是只用了三个字 据明史记载 且是狠而淫 说他淫 不仅是说他在宫中 曾经有过两位对食 一位叫魏朝 一位就是魏忠贤 不仅如此 也史还不止一次的暗示 且是与天体皇帝朱幽教 有着非正常的关系 具体是什么关系 大家不言自明 关于这点 正史倒是说的含含乎乎 只是说这些都是宫伟密文 给大家留下了一个充分的想象空间 但正史依然认定 且是淫荡 那么正史中所谓的且是狠 又是指的什么呢 这里指的就是 且是与魏忠贤曾经一起 谋害了天启皇帝的皇子 这叫燕卓皇孙 其中还包括天启皇帝的皇后 张皇后所怀之子 且是既然是天启皇帝的乳娘 宫朱建申大17岁也很得宠 而且更相同的是 也被传说他曾经残害皇子 而这样的记载也是出自于明史 后来乾隆皇帝看到了这一节 都觉得明史编的实在是太不像话了 这样漏洞百出的事实也敢往上写 在以前的视频节目中 我曾经讲过 万贵妃并未残害过朱建申的儿子 那么如果万贵妃并没有这样做的话 那么且是会不会也是被冤枉的呢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位且是 他与天启皇帝到底是什么关系 他真的是一个坏女人吗 他后来被崇祯下令活活的鞭打致死 他死的冤不冤 在明朝的时候 所有的妃嫔 他们生下皇子或者皇女以后 都不能亲自给自己的孩子补卤 而是要交给奶妈来做这件事情 那么如果有的妃嫔想自己补卤 可不可以 不可以 原因是皇家不希望也不允许 母子或母女之间保持亲密的关系 因为通过补卤 母亲和孩子之间的关系 会变得特别的紧密 这并不是皇家所希望的 因为他们担心将来会后功干政 所以不管妃嫔们愿不愿意 生出的孩子都要交给乳娘来补卤 当然了 有些妃嫔也本来不希望自己补卤 因为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事做 他们不能因为补卤耽误了取悦他们的皇帝 这对于他们来说更加的重要 一般当妃嫔怀孕 有关的部门就开始为他准备乳娘 对乳娘的要求就是年龄在15到20岁之间 在之前要生过三个孩子 而且从他生最后一个孩子到应征乳娘 这期间的时间间隔不能超过四个月 除此以外 应征的乳娘还要身世清白身体健康 容貌端正 一般一个妃嫔怀孕以后 有关部门会为他准备20名乳娘 其中10个是刚生过男孩的 10个刚生过女孩的 如果这个妃嫔生的是一位皇子 那么就从生女孩的那10个乳娘中 选择几个人为他服务 反之则是由生男孩的乳娘 为生皇女的妃嫔服务 这是为什么我也不太清楚 反正惯例就是这样 就这样且是就做了朱尤教的乳娘 朱尤教的父亲是明光宗朱长洛 当时还是太子 他的母亲是太子府中的才人王氏 这听起来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工作 毕竟是给太子的长子做乳娘 太子的长子很有可能是将来的皇长孙 也就是将来的皇帝 不过在当时来说 情况可远没有那么乐观 当时的太子朱长洛 并不得万历皇帝的喜欢 他的地位似乎随时有可能 被他的弟弟 就是那位后来被李自成 变成了一道叫福禄寿的 食材的福王所取代 而历史上被废掉的太子的结局会是怎样 朱长洛不会不知道 而覆巢之下岂有婉卵 朱尤教的命运 也是画着一个大大的问号 不过好在朱长洛终于熬到了柳暗花明的那一天 公元1621年 万历皇帝驾崩 朱长洛继位 这就是历史上的明光宗 朱尤教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了太子 国之储君 他的爸爸朱长洛并没有让他久等 一个月以后 朱长洛驾崩 朱尤教继位 朱尤教做了皇帝 他的汝娘且是的身份 自然是水涨床高 扶摇之上 朱尤教非常依赖他的这位汝娘 就是在天启元年 在他16岁的时候大婚 娶了当时的张氏作为皇后以后 他仍然坚持将汝娘留在宫中 这被士大夫们认为违反了组治 当时朝中的士大夫们认为 皇帝已经大婚 而且16岁早已经成年 不应该再留乳娘在宫中 这样瓜田里下的说不清楚 也尤为组治 天启皇帝就争辩说 现在我年龄也不大 而且皇后和两位妃的进宫 他们的年龄更小 所以还需要妾室的照顾 等过段日子再说 但士大夫们不同意 最后天启皇帝争不过他们 只好让妾室出宫 但仅仅只有两天时间 在这两天里 天启是茶不思 饭不想 睡不着觉 所以两天以后 就又请妾室回宫 跟大臣们就说 我想我的乳娘了 所以让她过来看看我 本来说是在宫中斩住几天 然后就让妾室回家 但没想到天启却让妾室 直接住进了咸阳宫 以后妾室在宫中 可以常住 也可以回家 文官们对此 当然非常不满意 反对的奏者 像雪片一样的飞入宫中 这次天启皇帝 干脆来了一个不闻不问 你说你的 我干我的 天启皇帝继位以后 确实给且氏很多的赏赐 他封且氏为凤圣夫人 封且氏的儿子为锦衣位指挥使 而且还赏他二十请钱 以及金银银细丸 且是在宫中也是一种超然的存在 他在皇宫内可以乘教 每次回家都是前呼后拥 有上百人为他名罗开道 可以说是极尽荣华 且是得到了如此的恩宠 自然就有人开始质疑 他与天启皇帝的关系 他们就是简单的儒母与儒子之间的关系吗 后来有些野史书就在质疑 妾室每天一大早就进入皇帝的寝宫 到晚上才回到自己的咸阳宫 这么长的时间 他与皇上在干什么呢 更有一部叫《假身朝氏小记》的野史书 直接点出了天启与妾室的不伦之脸 说道路传位 尚府出诱 客先腰上龙虫矣 就是说皇帝刚刚长大 妾室就与皇帝发生了那件事 妾室是夺了皇帝的出业权 好在这位作者倒没有直接说 这件事情是他亲眼见到的 他只是说道路传位 换我们现在的话说 就是据马路传媒报道 明史虽然没有说天启皇帝与且是 有什么不正常的关系 但是呢 却记载了另一件事 来表明且是是一个淫荡之女 他是这样说的 长孙如昂曰且是 素思是朝 所谓对时者也 即忠贤入 又通焉 且是随伯朝而爱忠贤 两人身相结 这个意思是说呢 且是以前是与一个叫魏朝的太监 保持着男女之间的关系 这种关系呢 明朝的读书人称之为对时 其实实际上对时 这个词并不是指这种关系 在西汉期间 宫中的对时指的是宫中的同性恋行为 更准确的说法应该说魏朝是且是的菜户 所谓菜户指的就是因为宫女不能随便出宫 所以呢 有些太监就专门为宫女到宫外采办一些东西 而这样的人通常都是宫女的先好 宫女为这位太监料理一些内物 太监为他在宫外采办一些他需要的物品 两个人就这样相互依赖 后来且是遇到了魏忠贤以后 被魏忠贤身上独特的魅力所吸引 魏忠贤身材高大英俊 而且多才多艺 毕竟人家以前是混过娱乐圈的 吹拉弹唱多少都会一点 而且社会经验非常丰富 很快就讨得了且是的欢心 在士大夫的眼里 且是与两位太监发展这样的关系 那肯定是一种淫荡的行为 这样的记载就确定了且是淫荡的本性 而也始终关于且是与天启皇帝的布伦之情 则证明了且是淫过了戒 坐实了且是的淫字 这也就为且是的狠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说他狠就是说他与魏忠贤一起 毛害皇子 甚至连张皇后所怀之子都不放过 据说张皇后与魏忌二人不合 所以张皇后怀孕以后 觉得背部有些疼痛 就请宫中的老妈子来为她揉揉背 而当时掌管后宫的且是 将为张皇后按摩的老妈子换成了自己的人 这个人在给张皇后按摩的时候下了重手 致使张皇后难产 从此不孕 朱有角也就再也没有了底子 这还没完 后来宫中的张玉飞也怀孕了 因为张玉飞与魏忠贤不合 魏忠贤就脚趾令其自尽 一尸两命 这样看起来且是与魏忠贤确实是很奴一场 朱有脚架崩的时候 吴子将皇位不得不传给了自己的弟弟朱有俭 这与魏忠贤与且是有着脱不开的干系 那么且是真的是一个淫而狠的女人吗 咱们先来说说这个淫字 在一般的道德君子的笔下 淫这个字通常与相貌有关 那么且是是不是一个绝世的美女呢 据一部叫天启宫词的野史书记载 且是的外貌是十将四十 貌似二八 而且据说且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头发 让他又黑又浓又亮 经常是用宫女的唾液来洗头 那也就是说 且是是宫中宫女专用的流动痰云 哪个宫女都可以在她头上涂点口水 她好来洗头 明史肯定是不屑于描写一个辱娘的外貌 不过倒是提到了且是比较胖 而且特别怕热 为此呢 天启皇帝还特意在咸阳宫 为他搭建了一个大凉棚 供夏天避暑所用 那些野史的作家之所以将且是说的如此的美丽 并不是想恭维他 不过是想让他进入一种模式 一种红颜祸水的模式 在很多当时的文人那些所谓的道德君子眼里 不属于自己的美丽 那就是淫荡的 所以啊 很大可能且是不过是一个有着忠上之姿的女子 并不符合红颜祸水的基本条件 她在宫中虽然与魏忠贤做对食 但对食这种行为在天启年间并不是一件什么稀奇的事情 而是一件非常普遍的事情 后宫中的太监女子大多都有各自的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 据野史记载 魏朝与魏忠贤曾经二人为了且是发生了争执 当时这事还惊动了天启皇帝 最后天启皇帝为且是做主 问且是你中意哪一个 且是虽然不好明说 但是用眼角偷偷的瞄向了魏忠贤 天启皇帝当然就明白了 于是就确定了且是与魏忠贤一起 而魏朝最终是被轰出了宫 既然皇帝能够亲自撮合这两位为对食 那也就是说对食这种行为 在当时已经得到了官方的认可 并不属于淫乱的行为 而且啊 魏忠贤在宫外的府邸和且是的府邸 两家离得非常的近 之所以住的这么近呢 是因为据卓忠质记载 贤于且是满望后来得请临下 受享富贵 齐眉到老 所以啊 由此可见魏忠贤于且是 是以忠老一生为目的的男女之情 根本也说不上是什么淫乱行为 卓忠质这本书 在上一期中我们讲过 作者叫刘若瑜 就是那位做了一个倒霉的梦的闻人 他也是太监 在宫中是魏忠贤手下的手下 后来到了崇祯年间 也被作为逆党的一分子 被关押了起来 判了斩监后 卓忠质是他在狱中所写 这本书主体的基调是一部变乌之作 就是为自己申冤 他要把所有的罪名都推在魏忠贤和且是身上 所以这肯定不是一本站在魏忠贤且是立场上的人写的书 但即便如此 在一些不经意处 在一些细微之间 我们还能看到一些真实情况的记载 即使这些记载与这部书的主基调是完全相似的 而我们知道很多时候真相就在这些不经意之处 说且是淫乱最重要的一点 还并不是说他与太监们的关系 而是暗指他与天启皇帝有什么超乎寻常的关系 那么他与天启皇帝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天启皇帝虽然贵为皇长孙 但他的童年并不幸福 他的父亲朱长骆整天是忧心忡忡 担心自己太子之位不保 甚至担心自己的身家性命 这样的心态很难让他有更多的关爱给他的儿子 他的母亲王才人 虽然地位比朱长骆宠爱的李选士要高一级 但因为不得宠 经常受到李选士的欺辱 后来在朱优教很小的时候就被活活气死了 朱优教以后竟然被朱长骆安排给了李选士来抚养 大家可以想象年幼的朱长骆已经知道迫害他母亲的就是李选士 但他还要生活在这样的屋檐之下 忍受李选士对他的轻辱 那个时候他身边的唯一的依靠就是且世 天启皇帝自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朱昔在强宝 弃柄清须 赖奉圣夫人且世 世事劳苦 保卫公勤 不幸皇帝早岁宾天 赴面成故托之众 凡朕起居烦躁 温饥暖寒 皆奉圣夫人夜夜惊惊而节宣故慎 奸险备长 历十六载 即皇考登基扎月 聚弃群臣 朕以冲灵并施护士 自赞成祖宗洪婿 结处于宫湖之中 由来奉圣夫人以彼条计 苦更备前 况又屡涓己奉 左侨宫灵宫驻君顶剑 逆想清宫宿计 曾成居域渺宫 加以累赐吉宫 而宜德义茂 更古今拥护之寻 有谁足以彼者 外庭陈述 哪能尽之 简在阵心 余姿十七载 盖未忍一刻 忘也 今朝廷三殿庆成 节音谍奏 朕敢今怀惜 家上良身 诗不云乎 无德不报 奉圣夫人可特加恩盟 用章书险 这段话是天启皇帝写给在朝的群臣的 他是想告诉他们 我为什么要赏赐奉圣夫人 我为什么不想让他离开我 其中提到了在他的幼年时期 且是对他的陪伴 爱护 其中还提到了且是曾用自己的俸禄 助攻 助君 这段话可以说是情真义切 在其中我们看不到任何的男女之情 而只看到了天启皇帝的一片报恩之心 如果说这一段话是天启皇帝写给群臣的 所以他可能会故意掩饰他们之间的真实关系的话 那么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段话 这是在天启七年八月 这时候天启皇帝已经驾崩 信王朱友简已经继位 就是崇祯皇帝 且是已经不能再在宫中居住了 出宫之前他来到了仁治殿西宗的宫前 出一小寒 用黄色龙腹包裹 云是先帝胎发窗夹 即累年替发落齿 即剪下支架 痛哭 焚化而去 那个小包袱里包的是天启皇帝小时候的胎发 落下的窗夹 还有幼时每次替发留下的头发 以及掉落的牙齿 这些东西难道不是正代表着奴奴的母子之情吗 哪里有什么男女之情 那些说天启与窃室有不正当关系的人 难道他们就不懂使吗 还是视若无睹 如果他们之间真的有男女之情的话 这时候且是拿出来的他们之间的信物 可能是一把红豆 可能是一个童心锁 可能是一个童心结 也有可能是一副香囊 这才是情人之间互赠的信物 且是一直珍藏着这些东西 就表明在他的心目中 天启就是他的儿子 他对天启的感情纯粹是一种母爱 而那些说他们有男女之情的人 无疑是亵渎了这份伟大的感情 所以天启皇帝不愿意让他出宫 因为那是他从小养成的习惯 在心理上对这位乳母有着很深的依赖 所以且是每天天不亮就来到天启的寝宫 那是因为他要像以往一样 照顾天启皇帝的日常生活 他要为天启准备早善 他很晚才离开 那是因为天启皇帝下朝以后 可能还要进晚善 明朝时期并没有预膳房 皇帝的饮食是由光禄寺来提供 但光禄寺做的菜实在是非常难吃 在民间都有这样的歌谣 说汉林院的文章 武库司的刀枪 光禄寺的茶汤 太医院的药方是一个比一个不靠谱 天启皇帝吃不惯光禄寺给他提供的食物 他还是更爱吃他乳母且是给他做的饭菜 所以一日三餐 很大的一部分都有且是来给他做 在宫中且是所做的饭被称作老太家善 对于天启来说那就是妈妈的味道 从这句话也能看出来 人们既然称其为老太家善 那也就说明当时且是给宫中人们留下的印象 并不是那种花枝招展的蝴蝶 而更像是一个勤恳的老妈子 人们敢公开的这样说 而且是并不在意 这从另外一个侧面也表明 且是并不是一个特别在意自己容貌的人 他并不是靠卢帽来迷惑男人的女人 不然的话大家想一想 且是当时不过是三十多岁不到四十岁 谁要不是喝了一斤二锅头 而且还穿着一身铠甲的话 敢管一个三十岁不到四十岁的女人叫老太吗 他还要不要命了 即使不是三四十岁 四五十岁五六十岁 你又敢称呼这位女性是老太太吗 如果你真的这样称呼的话 四五十岁的女性可能不至于要了你的命 毕竟年龄大了 更有涵养了 可能会给你打一个折 将你的双腿打折 再者说了 如果且是真的与天启皇帝有什么男女之情的话 那他就是王的女人 朱幽教会允许他去做魏朝和魏忠贤的对食吗 即使朱幽教没有意见 那魏朝跟魏忠贤都是宫中的太监 对皇帝身边的这点事他们应该是清楚的 不知道具体的至少也有耳闻 王的女人他们敢接着吗 他们是不要命了吗 所以啊 综上所述 且是并不是明史 以及那些也史书中明指或暗指的淫荡的女人 他与魏忠贤魏朝的关系很正常 他与天启皇帝更是那种近乎于母子之情 如果这一点成立的话 那么从逻辑上来讲 说且是狠就显得站不住脚了 因为说且是狠 主要说的是他残害皇子 那么如果他与天启皇帝之间并没有特出的男女之情 他只是把自己当成了天启皇帝的母亲的话 那大家别忘了 当年说万贵妃残害皇子 是因为万贵妃是明宪宗的贵妃 是她的女人 而不是她的母亲 万贵妃作为一个妃嫔 不想让其他的妃嫔因为怀得皇子而得到更多的宠爱 她为了保证自己的地位残杀其他的皇子 至少从道理上来讲是有可能的 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对万贵妃是有益的 当然了我们讲过万贵妃并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但至少来说 以妃嫔的身份 她是有可能的 道理上是说得过去的 而且是只是一个如母 她并不是妃嫔 如果找对照的关系的话 她与天启皇帝的关系 她更像是宫中的皇太后 宫中的妃嫔可以争风吃醋相互争宠 为此打得不亦乐乎 但太后不会跟皇后争宠 更不会跟皇帝的妃嫔争宠 对于皇帝而言 那是两种完全不同层次的关系 而且作为长卫 反而是更希望皇帝能够多多的生出皇子 她怎么又会蓄意加害呢 除非她想篡位 想改朝换代以后自己能够当皇帝 可魏忠贤毕竟是一个太监 而且没有任何的资料表明 他们二人有篡权谋反的企图 再说了 如果他们想天启之后自己登基的话 那么必须保证天启皇帝 一个儿子都没有 因为剩下一个儿子和有十个儿子 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区别 天启皇帝仍然可以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 所以他们一定会做到杀掉天启皇帝的所有儿子 可天启皇帝有太子 他的太子是死于天启大爆炸 是被大爆炸发出的巨响惊吓而死 难道说天启大爆炸也是魏忠贤跟且师二人搞的吗 退一万步讲 从他们的利益出发 是扶持一个懵懂无知的皇子继承皇位 还是像最后发生的那样 由天启皇帝的弟弟朱有俭继承了皇位 朱有俭是一个成年人 而且对他们一直就很有看法 如果真是他们杀掉了皇子 那等于是将皇位拱手送给了自己的仇敌 而他们两个人也最终都死在了崇祯的手里 这难道是他们所期望的吗 他们如果只有这样的智商的话 在宫中恐怕活不过三天吧 那么有的朋友可能会问 那张皇后所怀之子的死又是怎么回事呢 张皇后是天启皇帝的正宫皇后 她与天启皇帝的关系很好 并不存在失宠的问题 所以应该说张皇后是实际把握着后宫的大权的 张皇后确实与且是魏忠贤有嫌隙 她也曾经想治罪于且是 但因为某种原因并没有成功 这从另外一个侧面也可以说明 张皇后是有能力至罪于且是的 她是真正的后宫之主 并不存在且是控制后宫的问题 在明史中 关于张皇后所怀皇子的死 只是提出这可能与且是魏忠贤有关 而在明西宗实录中 对这个皇子的死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说明 那也就是说这个孩子其实死的很正常 毕竟那时候早要的孩子很多 胎死腹中的也很多 作为后宫的实际掌控者 张皇后在明知自己与妾室有嫌隙的情况下 怎么可能会这样轻易的不加提防 任由一个不是自己的人给自己按摩 导致流产 还有那位张玉飞 因为他素来与魏忠贤不睦 所以魏忠贤绞指将他杀死 如果魏忠贤真的绞指的话 那么玉飞宫中的宫女们太监们难道不知道吗 难道他们不会向天启皇帝报告吗 而且一个怀着身孕 在宫中又有非魏的悲嫔 就这样被轻易的杀死 是不是也有点太儿戏了 那么张玉飞的死因到底又是什么呢 当时的首府叶相高曾经有过这样的记载 而玉飞一云有喜 久之济然 或云上恶其甲胎随至于死 在刘若瑜的卓宗志也有这样的记载 说玉飞欲妻不辱且有伪言 那也就是说玉飞被处死的原因 是因为皇帝怀疑他假称怀孕 因为到了日子的但并没有生出孩子 所以皇帝之罪 据说他是被关在了宫墙之间 不给食物和水 最后两周以后弃绝而亡 经过这样的折腾 张玉飞并没有流产 这似乎也很能说明问题 天启皇帝当时非常渴慕皇子 所以宫中的妃嫔 只要怀孕了 就会马上被封为妃 如果生下了儿子的话 就会封为皇贵妃 这份殊荣令很多的妃嫔 处心积虑的想得到 所以才会产生了这样的悲剧 从这点也能看出 天启皇帝对自己的子嗣 非常的看重 他的皇长子早妖 在他的皇二子出生以后 很少参加祭奠活动的天启皇帝 破天荒的为他的皇二子祈福 希望他能够活下来 在这种情况下 魏忠贤跟且是敢逆临而动吗 这样想要儿子的天启皇帝 又怎么能够允许皇子被害的事情 频繁的发生呢 如果真的这可能与魏忠贤 跟且是有关 难道天启皇帝就不会去查吗 明史或者是其他的那些野史书 明里暗里说 且是与魏忠贤谋害皇子 其实他们的目的 并不是针对魏忠贤和且是 他们针对的还是天启皇帝 一个皇帝作为一个父亲 不能保护自己的皇子 那该是有多么的昏庸啊 而这也正是明史所要告诉大家的 天启皇帝是一个昏庸的皇帝 也许有的朋友会问 那为什么这么多的野史书 都异口同声的说 魏忠贤和且是做过这样的事呢 这其实也不难理解 有些我们能够现在看到的书籍 在当时人的眼里可能是不值一提的 没有人相信他上面说的那些话 就好比我们现在市面上的一些书籍 说的事情往往都是语不惊人 事不休 一定要抓住你的眼球 通常是某某名人死了 某某名人的密文 或者是哪里又发生政变了 哪里又造反了 这些书我们现代的人很容易就能分辨出来 那是在胡说八道 但大家设想一下如果过了几百年 这样的书幸运的被保存了下来 传到了后世 后世的人并不完全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况 他们或许真的相信书中所记载的那些事情是真的 所以如果我们看到一些野史书中的奇谈怪论 我们还是应该保持冷静 书中所载在当时可能根本就不值一提 那么为什么野史书都是这样的记载呢 大家别忘了 还有清朝时期的门字欲呢 凡是与主流的思想相对立的 那都是政治上的不正确 这些书一定会被焚毁 而我们现在看到的野史书都与明史的记载 暗相呼应 所有关于魏忠仙与且是毛害皇子的记载 都是出于一本书和一个奏章 这本书就是卓中志刚才已经提到了 刘若瑜在狱中所写 是一部为自己变乌的作品 我也很奇怪 卓中志总共有十几万字 那么刘若瑜在狱中是谁给他提供的这么多的纸笔和墨 还有时间 这背后会不会有一种交易 你按照我的意思写 我保你活命 而那部奏章则是出于杨莲的《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书》 杨莲大家都知道是一位铁骨铮铮的忠臣 那么有的朋友可能会有疑问 杨莲这样做算不算是诬告魏忠贤他们呢 杨莲是不是就站在自己党派的利益上 一定要置魏忠贤于且是于死地呢 他的这种行为还配得上是一个忠臣 一个正直之士吗 我觉得杨莲仍然是一位忠臣 是一位铁骨铮铮的文人 是当时文人中罕见的脊梁 为什么这么说 大家别忘了杨莲当时的职务 他是左副都御使 他是一名御使 而御使拥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权利 就是封闻奏事 他并不需要有证据 他可以将自己听说的事情告诉皇帝 在他所写的这幅奏章中 他也非常清楚的写到这些事情都是他听说的 他并没有说这些事情都是板上钉钉的 所以杨莲这样做是在进一个作为御使的职责 相反如果他听说了这件事情 但是涉于魏忠贤的权利势力 而不敢向皇帝秉明的话 那他才算真正的失职 至于这些事情是真是伪 那是要交给皇帝来评判的 皇帝认为觉得可疑 就可以去派人调查 皇帝觉得这些事情根本就不可能 那皇帝完全可以弃之不顾 但杨莲还是要尽他自己的职责 让皇帝知道有这样的传闻 杨莲以这种方式与魏忠贤斗 正大光明无可指责 相反魏忠贤厘造罪名对杨莲的报复 则恰恰是小人之举 忠与奸正与邪 从此是精畏分明 有人说魏忠贤不死 大明不会完 我不这么认为 魏忠贤与东林党的斗争 确实是在客观上 为明王朝增加了更多的国库收入 这样就能够资助于辽东的局势 这些确实是魏忠贤执政期间的客观效果 但这并不是他的主观目的 他的目的还是为了揽权 为了斗倒东林党 换句话说 如果能够达到揽权专政 干掉东林党的目的 即使客观造成的效果 并不是有利于国家设计 魏忠贤他也会那么做的 因为他的目的还是在于他自身的利益 魏忠贤的罪仍然是庆竹难输 他最大的罪就是败坏了社会风气 在当时各地建生祠 对他的个人崇拜已经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有来者的地步 全社会上下阿谀奉衬之风盛行 是非颠倒黑白不分 他杀死了朝中所剩不多的正直之士 那时候的明朝变得三观颠倒 晚明大家刘宗舟曾经形容那时候的明朝 格斗出于妇女 官平出于市井 额言横于道路 那时候的社会是全社会一言不合就开始大打出手 甚至女人都不例外 官方的舆论已经完全失去了他的可信性 人们反而更相信市井之间的小道消息 全社会到处都是以讹传讹 一有风吹草动 则是群情汹汹 这是一个充满了戾气和暴力的社会 如果说魏忠贤不死 明朝不亡 那这样的明朝又要他何意呢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这里是风夏杂谈 Frank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